我的好 高亢嘹亮的歌声 这是原民天籁般的美音 而笔底演奏则是原民特殊文化 展现传统精神 当然活力十足的舞蹈 更能感受原民的热情 县福热闹召开记者会 邀请山地门 马家 舞台三乡 成立平北三乡生态旅游联盟 今天正式启动观光旅游巴士 象征平北旅游部落活动正式开跑 部落故事还有文化特色 还有很多在地的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外来的游客 尽情地在我们部落里面去游玩 我想我们比方县政府 推出这样的一个生态旅游 我想是可以让我们外界的民众 更清楚了解我们原乡的美丽 记者会现场还有产业联盟 展示部落特色 不管是工艺作品 农产作物或是传统文化 都充分展现原乡独特美丽 县长潘孟安一一走访摊位 关心 鼓励民众报名参加原乡部落体验活动 透过丰富多元的内容安排 能对原乡文化有更深层的认识 我们也特别找了非常特色的九个部落 有露营的 有不同的生活体验的 不同的特色 那让大家来挑 而且可以客制化为大家设计 有二日游一日游的 那这个当中会是一个比较在 尤其在暑假这段旺季期间 会是既平假又健康又快乐 而且又阳光的一个暑假旅游 不管是亲子的还是年轻人 还是要做长者 要做部落的旅游 或是文史工作者 都可以来报名 这几年县府举办生态部落旅游 很获好评 尤其吸引中部民众前来体验 因此今年活动规划有部落生态 人文 艺术 饮食 与在地特色产业等精彩内容的 一日二日游 还有露营限量T4 与客制化包团 部落导览员会带领民众 漫游部落生态美景与人文遗址 体验特色DIY活动 品尝部落风味餐等等 相信能吸引不少人到原乡 感受部落之美 提升原乡观光产业能见度 这样子的一个推厂 可以让我们的产业 能够更多更高的能见度 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能见度当中 改进我们所有在这个整个的产业 跟我们旅游的产业 此外为了提升大众对于平北旅游的认识 县府也举办最佳票选路线活动 开放九条路线内容介绍 游客可依参与游城的经验进行投票 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 平北生态旅游活动期间为7月到10月 有兴趣的民众可上县府官网查询 然后我们一起到度过旅游 Let's go 评论新闻 蔡立华 韦德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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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